其實那個狀態是每天都在變 他的心情當媽媽的心情是每天都在變 一下要當我的後盾啊 要怎樣一下又覺得疲勞 但最後結論八個字 少睡一點 多做一點 少睡一點 多做一點 事情多做一點 橫皮 何家平安 那天早上他發文文章後 下午我們就來聊別的事了 可是因為新聞已經沸沸揚揚 所以我覺得我只好錄個東西 趕快講點什麼 那來得快去得快 而且他在那一篇的十天前才發了一篇說 他要當我的後盾 讓我安心工作 所以其實那個狀態是每天都在變 他的心情當媽媽的心情是每天都在變 一下要當我的後盾啊 要怎樣 一下又覺得疲勞 可是其實我們都是來得快去得快 然後隔天 禮拜天我們就一整天都陪孩子 又去露露家 又約會 然後去逛世界 所以外界不用擔心 但最後結論八個字 少睡一點 多做一點 少睡一點 多做一點 事情多做一點 橫皮 何家平安 這是現在的育兒感想嗎 就是剛剛的八個字 對啊 就少睡一點 多做一點 就這麼簡單 就少睡一點 現在大概一天都睡一個人久了 大概六個小時 六小時 不錯 這會跟哏如說 就是以後就是在家自己講 沒有沒有 我其實有時候覺得 同溫層跟適度的發洩 還有聽聽網友的聲音滿好的 只要不要傷急 我覺得滿好的 因為事實上下面有很多的留言 都是過來的 有很多是給了一些方法 比如說找一個保母啊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早就早了 都已經上班六個月了 那他是上個禮拜六才開始關心我們 那有的人會給一些經驗談 但也有很多人是很認同 他們好像得到了救贖 好像更幫他們說了 或是我幫他們說的一些 說不出口的話 後來我覺得社群的意義就在這裡 大家就是一個同溫者 我們彼此取暖 但是往前進 這個是挺完美的 那很多很多朋友就是 他們沒有發言權 那我們有 所以幫他們說點什麼 像我看到很多老婆 會at老公 這樣你懂不懂 就是故意的 因為他說的 他老公不會聽吧 可是你看這是孟耿如說的 然後這是黃子椒說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工程 這個滿好的啊 我們可以幫他們說點什麼 然後從那些留言裡面我也聽過 像有一個留言很可愛 他說你們就別生了吧 焦哥你已經兩個女兒 我說我哪有兩個女兒 我說有啊 一個玉米一個耿如啊 你們家已經很熱鬧了 這網友也是一語道破嗎 你看我們家已經兩個女兒也對 所以簡單來講 從他們的互動裡面 我自己也學到了這什麼 那個你那一句都是自己選的 你會不會有一點 是 沒有他那句話是 縱觀所有的事情 老公是他自己選 生孩子也是他自己選 我可以不生嗎 我可以不生嗎 我們可以不生嗎 可是這都是他選的 創業副業也是他自己選的 所以他那句話其實是縱觀 他其實現在最累的不是帶孩子 是副業 是每天都在開 他昨天開會看到睡著你 行不行 他視訊會議他這樣 他是累在副業 然後聖誕節有拜三 這個禮拜要去復展 要復到早上六點 那他復展的時候 就是我意大利亞 所以其實他 他有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選的 那就要自己努力把它cover 好